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1月17号 今天是高森市走进去建议南村 我是吴中成 记住昨天我们谈到海平路 现在的海平路以前叫大水沟这个故事 然后还引用了一下鲜胸的几幅画 因为那个画里面很多的information没有讲完 其实这个画如果要仔细看的话 你可以看出很多的那个很多那个know how在里面 当时的一些那个状况 因为这个虽然画的那个他没有用尺子来做 他也是用一点透视图画的 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完的 建设部分我们现在先不讲 因为这边那个有六排房子还没有盖 你可以看这边都还是一个农地的状态 那这个是民国47年以前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水沟好了 这边两个是台地 这两个台地是绿地 以前是给人修气用的 那这就是高的地方 两个岸边 那这个是水沟 我讲过这水沟里面是很那个 拍污水的那个 所以泥都是黑的 很脏 那昨天有讲过 说那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说为什么我们的青少年旗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秘密基地呢 也不是秘密基地公开的 因为当时 当时这个地方是不能通行的嘛 一看有这么一个天然的 这么深的篝货 这个最高的地方有四米 只有这个量是比较浅的 所以他用阶梯的方式来 我说是有景观的部分嘛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都还没有做卷设嘛 所以这边都是荒地 那我昨天有讲说 这个日本人的规划 设计的非常之好 你可以看 他这边有一个斜坡 注意看 这边有一个斜坡 这是鲜胸化 他观察力很细微 这边有个斜坡 也就是这边的高度比这边高 照理说他直接斜过来就好了 斜过来之后 这边就会没有水 他就是用这种叫做什么 鱼梯 就是如果水长的时候 那鱼可以往这上面 往上面游 一接一接往上面游 那这个远处这个地方 就是从那个源头 源中港那边来 就是从那边 然后从这边是到中山堂 再往那个桃子园去的方向 这个鱼梯 这个昨天我没有讲到的 那这个鸭子能够放到这边来 那鸭子当然要吃东西 吃什么呢 吃鱼 这水里面非常多的鱼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这个我们常常讲说 我常常录这一集 刚好被人吹声 我就先录了 就是我们这个 建业南村这个地方 虫鱼鸟兽密布 现在人人烟稀少 那更是那个鸟比人多 那虫鱼鸟兽更多了 因为几乎都是他们的那个比例 都在他们身上 那那昨天在讲 这里面的鱼 我们先来讲一个一个 一个真实的故事 只要是这边的 大概现年60岁左右 以上的人 都都很清楚 现在用它画这个图的时候 只要这个这边有白色断 没有接续的 这个意思就是那个缩减符号 在那个我们画画这个万里长城的时候 只要是延续的没有变化的话 就是中间用缩减符号就是这样 把中间给它把它断掉 不画空白的 其实这个跟这个排水道跟这个排水道距离很远 它上面有标这个尺寸 大约50米 50米远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排水道就是这个游泳池 小游泳池 小游泳池放水的时候排出来在这个第一个水道 但是第二个水道呢 是民间的 就是左英国小这个附近 左英街上这些 这些那些住户他们排出来的污水 就是有大便啊什么东西 当时还没有凑水马桶 所以那个大便都直接冲啊 直接冲 所以这一辆常常会有大便 但是在这个这个流到这个沟里面去的这个下面 曾经发生过一次啊 整个村子非常轰动的事情 就是有人有人不慎之间 经过这里的时候啊 我们常在这里玩嘛 你看看到有鲫鱼 那时候我们对鲫鱼跟五国鱼的分别都搞不清楚啊 所有五国鱼是怎样 一个姓吴的跟一个姓郭的那个水产博士啊 把那个非洲的非洲鲫鱼跟那个台湾本土鲫鱼 杂交之后产生的那个那个耐抗病力很强 而且体身那个体积又大的一种一种鱼叫做五国鱼 当时可以说是对中国的那个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国民的这个饮食里面增加蛋白质 鱼类蛋白质的一大工程啊 所以他们得到很多的奖 那五国鱼现在好像国家给他定名一个叫做台湾雕 所以五国鱼的那两个字反而比较少见 但是一般人一听到五国鱼就说他是吃大便的 其实因为他是吃那个大便上面的一些微生物 这也没有错 那我刚刚讲这边排出来都是污水嘛 这是大便那些呢 分尿啊什么啊 还有一些污水从这边排出来排到这里 在这个地方因为经常冲刷冲刷这个 这个水沟的这个地方的那个底下的那个这个墙壁 底下冲刷出一个洞了 冲刷那个洞里面 因为五国鱼是吃大便嘛 吃那微生物嘛 所以很意外的是有一个 有我们的有某一个邻居在这里 小孩发发现之后 他就说这边有五国鱼耶 好像好几只呢 然后他们就下来抓 就拿那个拿什么东西抓呢 等一下我秀给你看我们的捕鱼工具 拿那个本机 竹编的本机 下去一捞就三四条 太意外了 这么容易 结果就一下子就轰动轰动之后全村的人 几十个那个大人小孩都跳下去 抓了大概有上百条的五国鱼 而且很大只的 几乎是那个鱼洞好像是没有尽头似的 几乎你你只要网子下去 他就就就上来了 抓到的鱼都非常大 当时仙兄也下去抓了 而且抓到不少只 但是拿回家之后我父亲都说送给别人吧 不要吃那可能有很多寄生虫在身上 这是真实发生的一个 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城大事吧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无垢鱼跟鲫鱼的部分 在这个水沟里面盛产各种水产生物 有鳝鱼 黄鳝 有黄鳝 还有水蛇 泥丘 这些都有 那另外我刚讲说 所谓的那个虫鱼鸟兽 我们小学的时候对生物 小学的时候对生物也不了解 也没有上过 那个自然课也讲得太简单了 而且老师可能自己也一知半解 我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时候 都要经过这里 我是从这边过来的 我家住这里 我家住这里 我要从这边走到这边来 然后从这个楼梯下来 从这边沿着这个一直走 走到中山堂这边 一直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从这个楼梯上去 经过这个桥到明德国校 我以前的走路径就这样 因为每天走这个地方 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水里面 水里面就有那个大青蛙 背小青蛙 我们小时候不懂 奇怪大青蛙背小青蛙 在水底下游游游蛙式 青蛙当然是游蛙式 游的很悠闲 为什么他们背后 屁股那边脱了一条米粉 不是米粉 粉丝 透明的粉丝 就像我们煮火锅用的粉丝一样 而且在水底下交错的网 我们都不晓得 那个都不懂 问大人 大人有些也不知道 很多人就是不知就不知道 因为军人本色就是这样 他不需要博学 然后这个后来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青蛙是体外受精的 他不需要经过交配 那个大青蛙是母的 小青蛙是公的 公的被趴在母的背后 两个人就这样产卵 那个像米粉一样的 那个粉丝那样子 透明的那个 那个长形的管状物是从 母青蛙的体内产出来的卵 而公青蛙在他背后下精子 精子就在水里面去攻破卵 攻破多少 就有多少个小蝌蚤将来会产生 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自然客 就在这个水沟 大水沟对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大教室 那中间我刚刚讲过 除了那个鲫鱼这些东西 还有鲫鱼 那个水蛇 还有黄鳝 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另外我们的鸟类 我们另外再单独讲 因为鸟类也很精彩 比如说鱼狗 还有鱼狗 还有白头翁 还有麻雀 还有黄鹰等等 这个我们再另外鲫鱼鳥树的鸟类 我们再另外讲 现在我们光讲鱼类 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个无锅鱼跟鲫鱼 其实这个水里面最多的是这个 各位跟我童年的话 今年60岁的人的话 大概就很清楚 我这一秀你大概就知道了 这种鱼叫做大肚鱼 里面盛产这个东西 最多的就是这个 叫大肚鱼 我把它画夸张一点 肚子画很大 因为它如果要产卵的话 它怀孕就是这样 就这样 那如果没有怀孕的话 也是这个形状 灰色的 就是单一颜色 银灰色 它的大小呢 就差不多就像我们那个 买的那个晒干的那个小鱼干 煮那个米手汤用的那个小鱼干 大约就是那样 但是小鱼干是瘦藏型的 它的体型比它粗 粗 粗短一点 这种鱼是在 原来是在我们的水沟里面最多的 刚才我讲说捕鱼工具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竹子边的这个 本机 握机 就是用这个 我们就拿这个 因为你水进去之后 你把这个一捞起来之后 那个水就会沥掉 沥掉 那个鱼就在这个握机里面泵 你赶快把它抓住 那下面这个是改两种的 是用铁石网做的 那就是大量补的 它这个 这个三角形的开口 旁边全是铁网 然后最尾端开一个 开一个洞 那个洞就用一个 那个砂窗那种网子 缝一个带子在这后面 你只要往前推进的话 不管你是在槽里面 或在什么 所有的东西都会跑到这里面来 一网打进 打进之后 你把这个这个网子朝天以后 它就跳不出来了 就在通通沉到底下 那个带子 就从那带子里面 把奥中桌边 好 下面我要讲就是 我以前最多的就是这个 我当那个童年的时代 我们的那些小朋友们 都在玩什么东西呢 玩那个所谓的石沟蛋可A 赌博嘛 什么叫石沟蛋可A 就是扑克牌后面那个最大那几个 石然后接QK 他们不认识那个英文字就叫 那个石接沟 Q就是蛋 K 那当然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A嘛 A就E嘛 所以他们这个 他们叫这种赌博方式 叫石沟蛋可A 大陆也是这样叫的 真的 那是属于文盲一类的人的玩法 我从小对那种没兴趣 很多小朋友 对那个蛋打蛋猪有兴趣 还有对那个昂阿飘有兴趣 我大部分时间哈 我都是一个人跑到水沟里面去 人家说那个臭水沟脏得要死 你怎么会在那里 一待就待一个半天 待到吃饭回家以后 洗干净吃完饭之后 下午又跑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水沟脏水里面 有很迷人的东西 什么东西 除了这些鱼类以外 后来我发现到有这种鱼 这个鱼就是跟这个大度鱼的大小一样 可是它的那个尾 它的尾鳍跟它的那个背鳍 还有它的那个腹鳍 色彩斑烂 这种鱼类叫什么 它最早以前出现的时候 是在这个鱼身上有一圈一圈的 那散了荧光的 那个圈 一圈一圈的那个彩色的斑纹 很像什么 很像那个孔雀 孔雀开瓶的 孔雀尾巴上那个 那个纹路 而且是是荧光的 刚开始我们发现到这个鱼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说 这什么热带鱼跑出 从谁家跑出来 结果没想到那个池子里 那个水沟里面到处都是 抓不胜抓 而且没有两只 几乎是长一样的 有的那个鳍 还有那个飘得稀稀 像热带鱼一样 那有的尾巴是扇状 有的什么各种样子 这个当时 我就觉得 哎呀我每次都抓 拼命只要看到 我就抓 因为你不一定抓得到 它有在一钻 钻在烂泥里面 只要水一混掉以后 你就就失踪了 你就抓不到它了 那我抓到之后 我就用那个我们家的玻璃罐 就把它放在里面 大家都没养活过 因为自来水里面有鹿 那你那个鱼在里面 它很快就缺氧 缺氧之后 就是身上就起那个泡泡 然后就死了 实际上你把它晒干 你还没晒干 早就被猫吃掉 或者被蚂蚁啃掉了 你想把它 想把它做成那个小鱼干 都不行 而且这个鱼很腥 你把它晒在那边的话 像我父亲或我母亲 你一闻到那味道 你是不是弄那个 又弄那个鱼拿回来了 刚刚丢掉 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不能做小鱼干 它没有什么经济架子 它唯一的经济架子就是什么 就是赶那个鸭子下去吃 吃这个鱼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 因为这个鱼的关系 会引用什么 引用那个鱼狗 脆鸟 那个脆鸟怎么样去补这个鱼 这个我们从小看太多了 那时候没有快速摄像机 但是我们用眼睛就看过 而且很多人拿弹弓打到脆鸟 那个我们讲鸟类的时候 我们在聊那个东西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 这种鱼叫做什么 它的名字叫做孔雀鱼 孔雀鱼 我们这个地方 从那个大水沟里面有以外 几乎这边的以前的这个水沟 羊沟里面都可以找到这种鱼 那这种鱼我以前打过非常的多 那之后 我每次还有一种变种 其实这个 这种鱼跟大肚鱼是可以杂交的 等一下我再讲它的 那个故事 我们先讲 我还曾经发现过 这个大肚鱼是全部都是金 橘红色的 简单讲是金鱼的那种红色 橘红色整条 而且我还逮回家过 逮回家之后 我还跟我们家的人看说 你看看 不可思议啊 这个大肚鱼居然有变种 有这种橘色的 而且很大只 非常大只 有这么大只 非常大只 我还逮回来 可是都没有养活 所以也就没办法做后续的追踪调查 这种鱼也是 孔雀鱼也是 因为它的变化太多种了 色彩斑烂 那你现在上网去查一下 我看一下 它那个信息 那个维基百科的解释 我觉得那个可能都不正确 维基的东西不是全正确的 这种孔雀鱼 结果我在那个水沟里面活动的时候 那时候是我小学时候 我刚讲过人家在玩牌的时候 我在水沟里面 聚精会神在抓鱼 抓这些鱼 一个人 一下就几个小时过去了 好像那个入定的状态似的 那后来我到读初中的时候 就几乎放学以后 我大概基本上我都穿鞋了 那时候就没有再刺脚 我小学的时候都是一回家就刺脚 这是一个野孩子的 像乡下野孩子的状态 那等到我读到初中以后 我就开始比较少下水了 结果有一次我又看 水里面 水里面多了很多人 很多人都穿的乙鞋 带着手套 橡皮手套 在水里面 跟我做的动作是一样的 但他们拿的是比较先进的网子 像捕昆虫的那种网子 在这边捞这个 捞这个鱼 我就很有兴趣 我就在旁边看 反正这个 这个是大家都可以下水 也不要收门票的 也没有什么地权什么问题 谁下去 谁逮到就算什么 他们就收集 但是我看他们的样子都是大人 所以我想说他们一定是 一定是某种 某种目的 比如说是一种生物学研究 什么什么的 那时候我初中 十二三岁的时代 我发现了 就在这个大水沟里面发生的 那事隔十年 某次我在某一个学术刊物上面 我看到 我看到一篇报道 就介绍这个孔雀鱼 我一想说 这个东西 这不是我们想要知道水沟里面到处都是的吗 结果看那篇文章 我才知道 这个孔雀鱼 当初是一个 在台湾有一个人 有一个生物系的一个硕士生 一个还是两个 我现在记不起来好像是一个 这个硕士生就研究 把这个台湾土产这个大度鱼 跟其他的热带的鱼 杂交 杂交成功之后 配种成功之后 就产生这种色彩斑朗 刚开始是只有这个 只有身上有一圈一圈的那个 叫做孔雀鱼 之后你他把它也放之后 也放之后他继续杂交 如果你读过育种学你就知道 交互杂交 反交什么的 各种交 他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变种 而且他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复杂到没办法分类 你说今天如果说像玩这个孔雀鱼的人 想要搞个协会都很困难 为什么 你光是一个背棋的变化 你就画不完了 复棋又是一种 尾棋他更多了 那还有一个身上的颜色你也不能归类 因为他是杂交而产生的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是玉种学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我看到那篇报道之后 我赫然在上面看到我们的地址 在左营 就是在这个地方 会我们整个这个大水沟很长 我讲过非常长 但是会能够下水下去找这个生物的 只有我们建议南村 这个这一段有景观的有阶梯可以下去 其他地方都是很陡 三四公尺 那么那么深的一个深渊 因为这个大水沟的 它是有那个国防的作用 你注意看昨天的地图 你就知道 他从园中港一直拉到那个 那个陶紫园 他是把整个海军的军 军港这个地方是围起来的 围起来 为什么要挖这么深的这个 这么大一个沟呢 他是避免人家用坦克车来攻击 或者是用车辆 中间有桥嘛 如果他他不能守的时候 他把桥辆炸断之后 你就就隔绝了嘛 而且有碉堡 所以那很容易一手难攻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 不是天谴 而是一个人造的 等于是一个壕沟 它有排污的作用 但它实际上还有战斗作用 武装的作用 各位你昨天 把把我那个前面的影片拿起来看 你仔细研究一下 稍微一点军事尝试的人就懂 所以只有我刚刚昨天强调 他说只有我们建议南村这一段是有景观的 也就是这些生物学家也就是在这一段研究 那那篇文章的报导是什么 他是一个后续的一个一个教授 带着他们的生物系的那个研究生 下去采集标本 采集标本里面他就讲讲了这个故事 我才是赫然发现到 哎呀原来当时我发现这个鱼的时候 也就是他那个人硕士论文 刚出炉的时候 也就是他刚创造一个新物种的时代 他就野放之后 就产生这么迅速的这个水沟里面到处都是 而我这种鱼我不知道我抓了多少 不知道几百只啊 不同颜色 因为无法分类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相机 也没有办法 像这张图我是临时 我用临时画的 大家没有干 这边还有水滴滴出来 这是我临时画的 这些都完全是什么 凭印象就可以了 刚才各位可以看到 仙凶的画也是凭印象 他是凭他那个60年前的印象 那我也是凭到大概50多年前的印象 我还可以画出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 我说过在我们这个村子 虫鱼鸟兽 给我们的自然教育非常深刻 而我们在那个时代 连还没读初衷嘛 所以连那个博物都没上过 所以你就根本 根本就对生物来讲 是完全不懂 那现在的孩子们 有福了 像这种书很多 我家这种书很多 我的孩子就有福了 这里面什么都有 鸟类鱼类 两栖类什么类 它都有 而且它的这个 怎么样做甜调 怎么样去描绘 观察描述 这上面都有教 这本Handbook 非常棒的 这种书我家很多 还有鸟类图鉴 我家也是很多 这种书 我们小时候都没有 但是我们 凭着我们的火眼金金 就这样子观察 就这样描述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环境里面培养我们的 敏锐的观察能力 跟表达能力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天照 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老师 今夜南村这边的景观 就是我们的老师 刚刚讲说虫鱼鸟兽 我刚刚讲的 举了青蛙的例子 等下我们还要 将来还要细谈这个鸟类 鸟类部分 我早就想录 但是我不敢录 为什么 我怕一讲了以后 蜂拥而至 一大堆人来这边 把这个鸟类又糟蹋了 那现在我讲这鱼类 为什么我敢讲呢 因为大水垢已经封了盖 现在叫做海平路了 现在underground 在地底下 你不可能把马路挖起来 再下去去找什么死人骨头去 所以我敢这样讲 可能鸟在空中飞的 所以我就一再的保守 没有敢仔细谈 那另外我们还要在谈植物 我曾经在选里长的时候 这个里的里长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我曾经跟我的里民讲 因为里民大部分 99%都是新住民 从外面搬来的 因为这里盖了大楼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这边每一棵树 你们歌颂的每一棵 那个宇豆树 哪一棵上面曾经吊死过人 哪一棵上面曾经有喜鹊做过窝 我都有爬上去过 哪一棵最高最难爬 我都很清楚 我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亲自下去 去爬树 爬树不是简单的 你的皮要被磨破 因为有的时候树很粗 树皮也很粗燥 还有你的膝盖 还有你的小腿旁边 大腿旁边都会被磨破 因为那都是你要抱树的时候 最后你要下来的时候 你要松一下 然后再夹 那一夹皮就破了 这样子 我是这样 从小是这样长大的 所以我说 我对这个地方 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都有感情 都不是假的 全是肺腑之言 有图为证 以上吴忠祥跟各位分享 谢谢各位